仕途保罗在提摩太前书第一章中提供了他的见证 那上面写着感谢我们的主耶稣基督 他是我有能力 因为他认为我忠诚 让我进入施工 他之前是写读者 迫害者和侮辱者 但我获得了怜悯 因为我是在不幸中物质地做的 我们的主的恩典充满了信心和爱 这些都在基督耶稣里 这是一个重视的说法 指得所有人接受的是 基督耶稣来到世上拯救世人 我是罪亏 现在看这个 因此我得到了怜悯 首先在我里面 耶稣基督展现了所有的长久忍耐 作为那些将来毁灭亡的人的榜样 行靠他的永生 现在他唤喜了 他说永恒的君王 不修的不修五行 唯一的智慧之圣 荣誉和荣耀永远归于他 阿门 意思是无论你是谁 无论你做了什么 主耶稣基督上了十字架 偿还了你的罪宅 这样你就可以被原谅 师徒保罗说我是他未来如何宽恕任何人的榜样 那么他是什么意思 牧师 他的意思是这个 他的意思是那个 他在他的信仰中完全使命了 冤痴神 神来咒他 并对他表现了仁慈 当他现实出联名时 他说如果我这个罪人之手都能得到上帝的联名 那么呢 当然也可以 因为他说我是后来听到的人的榜样 相信他 是不是很棒 知道你的罪孽通过主耶稣基督的完工被宽恕是很美妙的 你不必做任何事情 你不需要付出任何形式的输罪 这一切都是为你完成的 圣经说他曾一次献上几乌输罪 之后他坐在了福的右手边 你们当中有些人正被负责巨大的负担 你们每天都被撒旦这么的禁疲力尽 有一次 以为曾在军队中的人告诉我 他说他杀过人 有问题给人造金 那个牧师说了什么 他说我会想起那一天 他说这让我禁疲力尽 他说撒旦因我的所作所为打击我之死 如果耶稣基督甚至只得写不能吸尽一切罪孽 我们有麻烦了 因为谁能说他不能吸尽罪过 你吗 某个人吗 某个教会吗 有人会对你说 好吧 他会原谅这个 但他不会原谅那个 对不起 我很高兴我拥有上帝的话语 对圣经的信任 这告诉我他会原谅人 保罗在提摩太前书中说 我曾经是犹害的 他带着写给犹太教堂的 新前往大马师哥 接受任何东西 他在那条路上找到了他们 那是在他们被称为基督徒之前 要把他们捆绑回耶路撒冷 让他们被石头砸死 但他遇见了上帝 哈利路亚 他遇见了上帝 这就是我在这里的原因 我想帮助你遇见上帝 我想帮助你超越宗教 任何阻碍你预住之间的东西 我希望你能遇见上帝 让我们祈祷 天父 对于现在正在听我讲话的人 感到他们没有希望 上帝啊 清楚地告诉他们 仕途保罗 是我们所有人的好榜样 虽然他曾是个杀人犯 你原谅了他 他成为了一个榜样 对于每一个在他之后生活的人 都可以被自由地宽恕 通过我们的主耶稣基督完成的工作 他的生命 我祈祷 如果你祈祷那段祷告 如果你真心祷告 你会找到宽恕 在十字架上有宽恕 看清 我会再见到你的 中文字幕是翻译的 中文字幕是翻译的 预ander 中文字幕是翻译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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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文字幕是翻译的